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我们大致都有掌握 因为美国事先把这个大概的情形 当然不是说美国 当然不会啦 按照往例来讲 过去的例子来说 就是说美国总统不管是他们去中国访问 或是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去美国访问 事前见面或是这样会发表什么样的声明 事前他们都会跟我们先有一个一定的沟通跟谅解 这次有没有例外 我给您报告 请说 以前反而有的时候没有 因为以前关系不好的时候 没有互信的时候 反而这一次非常充分的沟通 当然不是每个世界 包括欧巴马总统不提台湾关系法 沟通过了 我想现在我不方便很specific讲任何中间 但是就是一般的 譬如说他也公开的场合 美国好多高级官员 包括他的国务卿等等 也都做了重申 然后在我们驻美代表处的同仁 还有这边 我们双方沟通的密切 很充分 我想是所以我们敢讲 这一次 没有什么使我们意外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很关切 那为什么呈现出来的时候 给外界的观感 包括给国务卿 不只是我们 美国的国会 或者说美国的媒体 他的一个评价 却是这样子的不堪 我不 你觉得 我不晓得你讲美国国会是这样 因为事实上 美国国会如果有一个什么决议案 也许是比较 所谓 你如果说是 你如果说国会做出一个决议案 当然是没有了 但是事实上对于这个台湾关系 台湾的这个部分 在欧巴马总统的被提到了 被他提到的部分 是非常的minor 一下子轻轻带过去 那甚至于联合公报的这个中文版里头 好像也没有台湾关系 就被拿掉了 对 那这个 针对这个部分 我方有没有任何的表示 我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 如果只看台湾关系法 一个在联合公报中间 当然是没有 所以这一点我们当然是表示 而他口头是有讲的 对 但他口头没了 他口头讲 所以他也看场合 但是你要问我 看场合 对 他也看场合 事实的东西就是在那 对 联合公报把你拿掉了 你要问我 我要关切东西更多 你们有没有把整个联合声明看清楚 中间有甚至 你说我没有看清楚 我说我们大家有没有 你说大家都没有看清楚 很多东西 事实上我要关切的 譬如说里面他们说两边民航的合作 那我们现在参加ICAO 他你这样是你也写得那么清楚 民航合作要加强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要想问问 里面我们想参加UNFCCC 他里面也有说他们UNFCCC要怎么样 所以我们要关切的事情 站在外交部的立场 是 每一点我们都要关切 不只是一个台湾关系法 我告诉你 站在外交部立场 永远对他们讲都嫌不够了 对啊 就这样子 你不是告诉回家说 我们很多了 你们应该满足了 你们没有把东西看清楚 事实上的 你们不应该是这个态度 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这个态度 因为这是我讲的 我们要继续密切观察 积极因应 正面期待 但是就他所讲的 以后跟台美关系 很多不只是他讲的话 还有他的动作 都有很多正面的东西 我们有正面的期待 也需要一点时间 你观察了够仔细的 还有什么正面的 你可以告诉我们吗 你比如说 这个我们跟美国很多主席 在经贸的安排上面 使我们能进一步 我们也希望有美国的免签证 这个东西需要放在他欧巴马访问中国的时候才提吗 应该不是吧 没有 他这就是说我们在整个 我们跟美方的合作 经贸 文化上的 这个东西是我们跟他们谈的 对 不是他们跟中国谈说 哎我对台湾 对 但是他跟中国谈是谈 中方对台湾的施压 台湾的安全的保证 这部分是谈的 我们现在大家都希望有个三赢的局面 就是他跟他关系发展 像欧巴马也讲 他不是个零和的关系吗 对 对不对 然后他也继续也跟我们发展关系吗 只是说在这个场景里 他跟他好吗 那你跟我们的场景呢 我就必须大家看看 欧巴马当年跟马总统那封信 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这封信虽然是马总统就职时候贺涵 到今天所有的承诺 那个搞不好已经成为明日 昨日黄花了 没有 那里面的他的承诺都在 包括重申台湾关系法 包括军售的继续 这些东西 所以你觉得他是个看场合说话的总统了 每一个人也许都是看场合 在那个场合 也许在那个场合 他比较强调那一面 你如果来这一边的话 我跟各位 我跟委员报告 以前在我们外交部立场来看 不只说他提不提三公报 过台湾关系法 对 这只是观察了一部分 对 我们还甚至 我们很建议什么 哪个先提 你晓得吧 那后来我们发觉 来台湾他先提台湾关系法 与三公报 如果是在大陆 他有的时候就先提三公报 再讲台湾关系 美国总统上次来台湾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没有 我说就美国方面的人 美国方面的人 就他们的讲法 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建议 说你哪个先放在前面 那他们有的时候也很配合 我们要的是外交部就是这种精神 这种态度 对 我们非常注意 我们不要外交部 我们不要外交部是 哎呀 国人不要过滤啦 我们 没有没有没有 你在猛灌迷汤 猛打迷汤没有用 绝对没有 事实上整个 整个客观环境的这个倾斜 发展 消长 大家就看在眼里了 对 只是我们觉得 站在第一线外交战场的人 没有悲观的权利 对 是要积极争取 这是我们的期待 谢谢 不是说你来教训我们爱业 你这个公报有没有看清楚啊 你公报这 这不是这个态度啦 对 我们我们很清楚 这个态度要不要修正 谢谢谢谢 谢谢你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 呃我们也不必 我们不不不不需要在那边写人忧天 也不需要在那边 这个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只是希望说 在外交单位今天提的是 对外的外交跟国际文宣的工作 其实这么多政府这么多单位在做对外的这个文宣 其实啊很多的舞台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发展 发挥的啦 而且靠我们自己去发掘的 这样讲是很空很空泛 但是你看看民间 他们做了很多很多这个在国际不管是文化交流体育交流的时候 我们自己民间自发性的都还会把国旗拿出来 对 我们外交部或是甚至可能有时候不是外交部的同仁 有时候是国贸局的 有时候是金部的同仁 反正说哎我把国旗收起来 我们这个经贸场 我们赶快不要这样子 大家求圆顺着 这个部分啊我希望说外交部的同仁在面对他们 因为他们有时候都会联络驻外管设嘛 对 所以说在面对这个时候要给他们这样不是教育 要给他们这样的认知要告知他们 我想谢谢委员的指教 这个方面啊我们 我们辛辛苦的去做对对对对 完全正圈 国际的宣传 就我们自己在拆自己的台 对 我们我们现在跟外出外的同仁讲 这些碰到这种事情根本就不用请示 有能够的拿国旗的地方 能够坚持我们国民的地方 我们就马上应该 立即反应了 不用再请示了 对对对对 就不用请示 极其极其叫反应 这这点是没有问题 OK 谢谢